好 同学可以关一关你们的麦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 好 同学 基本上大圣起信论 我们目前还是在这个旋论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旋论里面 我们就是里面有提到作者跟异者一般公认的传说 那么这个大圣起信论向来传说是马明菩萨造 不过印度就是不止一人 这个马明 那么大家许可都是龙树以前的那位马明 然后他讲 时代与江 坎尼斯卡网是同时的 然后过后我们有提到古今华语者的意见 提到梁启超 欧阳 晋无等等 那么有否定的 然后也有肯定的 那么维护起信论的近代的论事主要是太虚大实家 然后过后 太虚大实就关于意理方面的非议 那么就认为有几个点 第一就是起信论 为事业的正如偏于理性的 第二为是加说有肉种子 为生有肉 所以到最后他讲 因此是无肉有肉无间 生无肉 无肉无间生有肉 我们就画出出世间心路过程的图 我来做一个说明这样了 就会懂得的矛盾这样子 好 来 我们接下来呢 就到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 考证真为的问题 用考证方法 研究佛法 这种自学方法 是不应该反对的 卢大师以为 东方式的文化是先全体而后分化的 像大乘起信论所说的 空与友都照顾周到 后来龙树 吴卓他们 据各方面的异理而特别发挥 才有大乘空有中派的出现 西洋文化都是先有甲 再有乙 然后才有丙的综合 用这种西方式的发展法则来看大乘起信论 那就无怪要说大乘起信论是后出的了 西洋文化是着重外物的 而东方文化却是发自内心的 根本不同 这一见解似乎应该纠正 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博大精深 思想的统一中含有多方面的后学的程序者 往往只着重其中的部分 这就引起后来的分化了 这在西洋也不能说没有 像黑格尔的哲学 有人跟他学走着违心的路线 有人学了却走着违物主义的路线 黑格尔的学说如此 其他哲学家的接触者也莫不识 先分立后综合的律子 在中国也到处都是 以中国佛教来说 古代在南方流行的佛教 有天台智者出来综合他 判为私教 到后来北方又兴起了禅宗 选手又起来综合他 改叛武教 这不是合于正反合的发展例子吗 因此大师所说的佛法 不应该以进化发展的方法来考证 可能为一时的方便之谈 我以为考证的方法不应该推翻 思维是有演化化的 但不一定是进化的 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 可以演化成好的 也可以演化成坏的 不应该说凡是后来的就是进步 好 感谢 就我们先小话这一段 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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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终于举手了 同学 好 今天16位同学上课了 七位过班了 好 我们同学可以高抬归手 来我们看一下同学 同学啊 像啊 大体上啊 像这个大政起行论是他原来本来有原典的 那么呢 但是这个原典本身啊 他在还没有开始讲之前啊 因为我们用的是应孙导师的著作 那么应孙导师本人呢 是有把当时他那个年代啊 就是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其实日本已经开始做学术研究 日本人呢 就是引西方的学术研究进来的 因为日本呢 在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 他们战术之后呢 他们放分土墙 他们不把那个啊 时间啊 金钱放在军事 但他就发展各方面的领域 包括学术研究 包括佛学的学术研究 因此是他们啊 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啊 去研究是蛮多成果 也是蛮先进的 比起那个年代啊 中国啊 在明末的时候 反而是啊 就是拜拜餐啊 做做超度法会啊 都是只剩下这些这样子的东西罢了 佛学研究啊 已经很差了了 只剩下太区大师这样 稍微一些稍少的团体研究 那么禅修的部分啊 偏重禅跟净土 所以这是当时中国佛教的一些情况来的 所以应孙导师啊 他应该是说 整个佛教啊 他是百花齐放的 就是刚刚师傅讲 各方面都有的 但是经教的研究是最少的 因此就这个缘故啊 那么呢 就是这个 应孙导师啊 他就这样子提起了 那么呢 当他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发现了 太区大师其实跟他 其实是意见上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有人挑战佛教的经论的时候 那么呢 这个进化论啊 佛法的进化论啊 是不是可行不可行 那么呢 应孙导师是认为 就是说 哦 其实这个进化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这个进化啊 他是可以进化到好 也可以进化到坏的 像啊 如果同学有印象的话 师傅常讲的 就是 开头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啊 公园之前啊 先是阿含经 佛同路灭之后 过得慢慢演变到阿比达玛出来 他其实是这种进化来的 因为阿含经啊 他太过就是分散 那么呢 唯有阿比达玛在把它整理跟集中 过得公园一世纪的时候啊 阿比达玛非常的繁琐 那么呢 中观又出来了啊 就是啊 对着他之前的繁琐 过后呢 这个中观又太过简略了 后来啊 接下来的威士学又对着他 所以他其实是有进化的情况 所以这样子进化的话 就会认为如来战是应该比较后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同学就是你稍微听过 知道 这样就行了的了 这边呢 多数同学都有大转以上的程度 如果以前你写论文的话 尤其是文科 可能你也用过这样的方法 那么你要理解不难 不过师傅就不琢磨太多了 他里面又有把黑个儿那种心理学 带进来去暗力 那我就不去琢磨 我们就赶快给大家知道 就转去他正式的内容 如何它流转和缓灭了 这边告诉大家 这是一种进化论 不过这个进化的东西 师傅稍微提醒各位了 进化论在佛法上 师傅也是蛮认同 也有运用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像师傅说 为师学是无浊菩萨所开创的 那么这个为师学 如果我们比对 就是说是有不达比达玛 很多共同点的 因为无浊本身 他现在有不出家 那有不出家之后 过后他又创立为师 因此他是一种进化 他很明显就是把大乘的思想 注入有部 阿弥陀玛 然后过后他也把菩萨道思想 带进里面去 过后他在为师上 就是更进一步 阿弥陀玛把它改正的增加 添加到 让它更加的完美 随便到他出现什么 什么 什么 心不相应 心之类等等 在为师学是非常的发展 所以这种进化论 在佛法的立场 师傅是也常有用的 不过进化论 师傅就比较反对 用在佛菩萨的层里 如果是同学你上网去查看 有些不大承认佛菩萨存在 他们可能像 比如说 这个菩萨菩萨是比较后期出现的 那他认为他也是一种进化 可能就是之前的阿含经 就是梵天王 在跟梦境连综合起来 变成这个菩萨菩萨这样 类似也是一种进化论 这些我就反对 原因是因为菩萨不能够进化 佛法进化还是合理的 那佛菩萨的存在 不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 后来的佛菩萨全部都不存在 那因此是不是反对 用进化论去论证佛菩萨的存在 佛法可以 但是佛菩萨就不能 因此这同学你要留意 因为未来你上网 这些东西都会听到的 你也听了也不懂如果判断 可能听到什么就信什么了 所以有时候上网听东西 真的是要选择的 要选择人 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呢 还没完毕 到了而且 来有请 自禅 读一读 自禅有请 而且 而且即使考证的非马明座 非真地义 其信任的价值 还得从长 从长讨论 我的看法是 一 印度传来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中国佛教界一向有推崇印度的心理 以为 以为凡是佛典 翻译过来作为佛典 是非的标准 而且印度也有不少脱名 圣贤的作品 即使翻译过来 并不保证它的正确 二 中国人做的不一定就是做佛法 传到中国来 中国的古德实贤 尽强力的思考 深刻的体验 写出来的作品 也可以是很好的 如天台中的典籍 主要是日者大师说的 也不也 还是照样的崇敬 凤时有些人 忠视佛法的传承 以为从印度传来的就是正确的 中国人造的都不可靠 这种看法是太不合理了 其实自治传承 也仅有相对的价值 印度、西藏都大谈自成 还有 台部也是众说纷纭 是是非非吗 我们应该考证的 我们应该用考证的方法 考证经论的编作者 或某时代某地方的作品 但不应该将考证出来的结果 作为没有价值或绝对正确的论据 在佛教思想上 体现任有他自己的价值 这部也和见别人不懂一样 不是某时某人的作品 就认为不值一钱 嗯好感谢 我们先下话这一段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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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英文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当佛法从印度传到去中国的时候 往往这个东西是外来的 因此是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问题 在佛法从印度传去中国 应该在公元二三世纪的时候 通过丝绸之路 大量的商人就从西安这边出发 然后丝绸之路跑到来印度 然后过后也有就是从这一边 就新疆一带跑到来印度 然后过后大概在公元八世纪之前 也有从印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然后来回到去中国的 那么很多商人还有宗教人士都是如此 那么因为中国在开头的时候 对佛法是很渴望的 那当佛法大量到来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先翻译 之前是什么都没 当然就拼命进货了 那么货进货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翻译先 因为语言不同 那么当大量翻译之后 开始大家读懂了 你就要召人家来读了 那么也有本地人开始出家了 那么因此是开始有人可以去comment他 过后大概到唐朝的时候 因为唐朝距离佛法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好几百年 大量的著作 那么怎么办 所以就会出现这些智者大师 新手大师 他们进行恐怕令 他们读的时候发现 怎么前后矛盾的 那么为了解决矛盾 他就要把它做科判 就认为这个阿含钦应该早期先讲的 或者花眼镜先讲 过后就在阿比达玛 过后在大乘 过后在法华 或者是过后才是米教 所以他会做这样的科判 以便把它的矛盾可以消融得到 所以这些著作来到 其实在研究 因为佛法到了 就是应孙导师的年代清末 还是有进行研究 因此有些会认为 印度来得多么的好的 那么这位英顺导师 他也提到蛮好的见解 他说不见得 印度翻过来的话 其实关联地位好 也有不好 然后过后翻译也有错的 对不对 蛮合理 不过我在想可能当时 你要可以敢讲这样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教能力 一定的阅读能力 经教能力 才可以辨识得到 哦 原来有些好 那么有些不见得所有的不好 那么中国的大德当时 他们也是分很多类型 像天台自尔大师 这边所指的 基本上叫做教官双媒 就是他们有大量的阅读 所以他会有科判 但是也重视禅修 那么有一些是 比方重视修行 不大读理论的 像禅宗就是 听土也是 然后行手中也是 就是有大量的理论 过后呢他修什么 我也就不大知道 这样子 因此是他跟现在的南传 藏传一样 都是出现了 教官双媒或者是重修 有些是完全重理论罢了 都有这样 像在中国 有后来成立那些巨色种 就偏向研究的 而我也是种 偏向研究理论 但是可能没有真的是修的 就是因为他的理论旁杂 所以研究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股风气 而我是想 可能跟我这边有点不大意 你看师傅这边虽然推广阿比达玛 其实我们的经教 已经去到蛮深 可能你不晓得 我开蛮多课目 可能一些都是在佛学院 才有开的 那么我有开 你们有来读 我不是继续教了 才不要管你 在家出家 你有心要读 OK就来读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读了之后是 那么巧师傅这一边 我们马来西亚 也有禅修 也有禅修 师傅也有expose到禅修 那我周围要找禅修也不难 因此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底下 各位有看到吗 我们check group 慢多同学请假 师傅请假去禅修 看到吗 所以我们这一边 理论去到也是很够的 但是禅修部分也没有忽略 师傅至少也有交个静桌 也交个气功 所以我们的修的部分 也是有结构 所以变道就不会出现了 只是单是理论 然后我们的理论 也没有跑到去学术研究 没有是专门去研究个词汇 都没有 都是只是说 系统是不断 系统是不断地学 印度的不一样的传承系统 但是学的目的都是希望在里面 得到修行的启发 所以同学可以了解 所以古代中国发展这样 这些这样子的趋势 藏传也是一样有的 他们也是大量的经论 过要有人把它整理 那阿比达玛也是 南传的那个是阿比达玛 有论之前阿尼罗陀要继续整理 也是太过多 commentary 还有就是阿比达玛 不要说他重新整理 写一个比较 summary出来 所以这些工作都是 出家中出家了 他们以自己的专场 来做出来 所以给同学知道一下 古代的情绪是这样 那我们现代 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教官双美 所以他这边讲 中国人的东西 也未必是不好 不过问题是这样的 目前这个天台中 像这个天台跟弦首 同学他们的特色都是叫做 教官双美 我们有一个字去形容 叫做教官双美 意思就是说 经教跟禅官 两者都坚固 叫做教官双美 但是天台跟弦首 像师父这边 就没有特别的弘扬 原因是因为 一位师父的师臣 就是说师父的学习 我遇到的老师 是自己叫阿比达玛 然后鼓励去缅甸禅修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教到 天台中 他们那些大德 开创出来的一行三观 那些没有 台湾我知道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 对中国佛教会有情感 你也可以 现在网络发达 你可以去找一找 就是有教天台中 都是如何的 那我们这边是偏向 南川的阿比达玛 也包括 也包括友部的阿比达玛 然后过来跟禅修 鼓励大家往禅修 进行结合 这种花园中其实也是有的 在台湾 他可能好像偏理论 过他们因为 没有明确方法 为我转去念佛 或者是送经 没有一个明确的 直观的修学的方法 所以这个同学 你要自己去探索 看看藏传 他们留下 那些参观方法 和经教有进行结合的 这样 好 来同学 我们再继续看一看 这个就是 应孙导师讲的都是 清末的时候 佛教 那师父就把现在这一边 都佛教 跟他进行个比对 因此他又讲的说 即使众是传承都好 也是有众说纷纭 同学 这个师智传承 这个词 就是所谓的mentor来的 这个目前 像经表当医生 还是有mentor的system 小医生跟着大老医生 古代 其实 从学做面包 学中医 都是四肢传承 我们讲四肢传承 那么四肢传承的话 哪里那么快教你 做面包 教你中医 教你太极拳 先帮老师洗衣服 对不对 你记得吗 吴斌先生 你小的时候 已经是 这种四肢传承 还有吗 学修比讲 他只要跟老师父学 吴斌先生 你小的时候 还是跟老师父的 还是已经 在college里面学了的 有的 小的时候也是有 还是跟老师父学 对不对 对对对 是不是开头先帮老师父 洗衣服煮饭 还没那么快教的 是不是 对不对 是吗 类似这样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是 所以 很多人的传统 对 这个其实佛教也是这样的 但开头时候 没有那么快教这一些 所以四肢传承的话 他是一代传一代 过后你学成 你去外面跟别人讲 人家问你 你是诗学哪一位 不管是书法 雕刻 太极 你会讲 我诗成语 某某某 会有这样子 不过大老师父这年代就没有 我们偏向学院制 所以如果人家董会问 你是那里的佛学员毕业 我们说是福研 那么一个佛学员里面就很多老师在里面 因此 他的方式 就变到 一个学员就包含了 他的名望 他的名望是来自于 他里面请的师资 是请谁 过后呢 他的创办人 然后呢 他的历史 够不够悠久来建立威望 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讲 我跟开心法师学 开心法师是福研毕业 多数人马上想 那个是重视经教的 学术研究蛮强的 多数人家会这样子想的 那么呢 人家就知道啊 他要念经 他不会来找我们的 他知道我们专场不在那边 应该是讲课的 所以的确啊 诗到来师父的专场就是这个 可以一步讲完一步 又再讲另外一步论 这些都是觉得啊 都是我们比较熟练的 叫我去念经 可能跟我不是很熟练 做法会之类 所以看到马同学 这些师承啊 到了现在偏向学院词 那古代的师承制度的话 他通常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啊 你学禅法 或者学经教 都是跟师承 那么师承很重要 主要是因为啊 老师把过往的经验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这样传下来 不过啊 也是经常我们所讲的 通常啊 教未徒弟没师父 所以十招留一招 所以传到最后就没有了 对不对 很多都是这样 但是学院词就可以免掉 这些这样的情况了 这样子 所以你问经表 政府医院你要学 赶快学 学了你就 你就不要得空 他就有的来做 这样 不像啊 传承了 因为很担心 经承到最后 就越传越少 传到最后啊 为了自己生存的关系 所以呢 现在公司生存啊 都是有保密法令这样 所以呢 现代变化就不大一样了 来同学看一下 因此这个师自传承 在佛教里面啊 都是有如此的 在印度西藏啊 都会问 你是师承哪里 但到了现在啊 已经不是师自传承 同学 是学院治了的了 近代啊 已经是学院治了 这个师自传承呢 是属于比较古代的了 古代的师自传承 是比较古代的 是师自传承 所以他讲啊 因此他说 用考证的方法去考证 因此啊 他不应该把考证出来啊 结果如果没有价值 或者是绝对正确的论据了 这样子啊 好来过呢 我们再看一看啊 没关系 我们就快要进到本文了啦 我们照读一读 当大开眼界 因为可能啊 不是每个同学啊 有学术的背景啊 好来接着下来 我们又请 请就是点美读一读了 一理正六的问题 来 有请 一理正六的问题 仗在为是学的立场 评论起 信论的教理不对 这不过是立场的不同 衡量是非的标准不同 并不能就此断定了 起信论的价值 佛法中的大小称 有种种派别 像小称有十八步 二十步之多 从大体上分 也还有有步 徐之步 分别说步 大中步的四大系 大乘中也有 有种 空种的不同 佛法流行 在世间 因为死地 根基方法的不同 演化成各部 各派的佛法 现在来研究佛法 对各部 各派的教理 可以比较 评论 但却不可 专评主观 凡是不合理 自重的 就以为 都是不对的 错误的 这种中派的 独断态度 是万万要不得的 维世学者 对与起信论 应对应以 讨论 尚解的态度 不应以同我 则是 类我则非 的态度来否定 起信论 然对于 以为是 融会起信论 似乎也 忠于多此一举 起信论 与卫世论 各有独特的立场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理论 一定要说 他们恰好会通 事实是不易做到的 学派的教理 既各有不同处 就是费精力量 以求 缘融合通 和结果 别人也还是 不会承认的 所以我们先 应了解 他们的不同 不要编织 也不要附会 先明白 各论的特殊意义 再来考虑 他在佛法中的地位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 好 同学 我们下话这一段 我刚刚才会准备 我先说 我先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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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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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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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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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